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我們請主席邀請林秘書長 林秘書長 主席李委員 各位委員 大家好 秘書長 我們立法院今年編列多少預算 這個租金編列了多少錢 五千多萬 五千多萬 租金是給誰啊 我們大概都是跟政府租的比較多 跟哪一個單位租的 台北市政府 新北跟那個 台北市政府 跟新北 跟新北市政府 台北比較多 換句話說 光台北就五千多萬 還有沒有包括新北的 包括五千多萬 堂堂一個國會 結果是 跟地方政府租房子 這不是一個笑話嗎 這不是一個笑話嗎 我想委員 我剛才特別提到就是說 國會的一個改建 跟所謂的天聖調查 是國會的兩個很重要的命脈 我們今天用一個 我想在座也很多 跟會計 跟這個有關 有寫有專心的 今天我們每一年發揮這麼多的錢 還要維護 你換算用蓋新的來回推 事實上 我們這樣的成本是比較高的 我也曾經講過很多次 跟各位報告過 有沒有思考過說 簽到其他的地方 其他地方很多啊 不一定要花錢啊 就算要花錢也花有限啊 比起一年要五六千萬的租金 我們堂堂一個國會 我們裡面還有違章建築 光維修的你也要花很多的錢 那一年要花這麼多的錢 為什麼我們沒有去思考說 是不是可以遷移 比方說 我現在中山樓可不可以啊 中山樓不是國家的嗎 可不可以呢 要整修的花有限啊 我們曾經在八十八年 嬌樺化洞 漂亮得很 也不會受到人家這個 來包圍 隨便要侵入這個院區裡面很容易 那要管制也很方便啊 報告委員 我們曾經在八十八年 做這樣的一個評估 顯出來是人耐路的空中 那後來因為我們幕僚作業 做了一個階段以後 要請推派新建委員會的委員 就是我們立法委員當委員 那就推不出來啦 所以這個也是 我不是我不想去推動 事實上可能大家有很多人 的一個想法 可能社會的現在的感受啦 還是怎麼樣 但事實上站在一個內需 或是站在一個成本的一個分析 事實上我個人是覺得 長期來看是應該是要推動 有必要啦對不對 你看一看那個澳洲 澳洲他那個國會啊 他也不一定說一定是在雪梨 或是墨爾本 結果他在哪裡 坎培啦 對不對 所以 這個東西來看的時候 而且他那個建築物 就 蓋的那個建築物 我們去參觀的時候 他的建築物是在 他屋頂都是草皮啊 你是在 國會還是在人民的下面 在人民的下面 所以啊 他有他一定的一個象徵意義 這是第一個 但我們國會給人家形象很不好 就是說我們 這問證的時候 當然這個意識效力不髒 一直人家有在提 那但其實意識效力不髒的話 其實跟我們的這個相關的一些 像意識規則 跟這個 這個之前心事吧 有很多地方啊 其實很多是 是 是 互相和格的一個地方 比方說我們 我們的這個 這個 協商 政黨協商 我這三個人呢 就一個黨 成立一個黨團 那我黨團我不簽字 那我們提一個案子 好不容易要花 可能一個修憲案 一個修憲案 可能就是 要 最少要 四分之一的 以上的人來提議的 或是說 三分之一 那這樣一個提議的案子 只要他三個人呢 他不簽字就垮掉了 所以這個其實是有很多的一個矛盾 那當然也會造成這樣 雖然我們也有在 我也本期又在炒你的一個 提升國會 提升國會 意識效率的 一個方案 包括修這個 我們立法院執權行事法 還有立法委員的行為法 很多的部分 我們都有在做一些思考 但是啊 正本清源之道啊 正本清源之道 就是說 你如果這個國會是一個 不是 是一個 裡面還有違章建築的 跟地方政府租的時候 你怎麼會 讓人家尊敬呢 對不對 絕對不會受到國人的一個尊敬嘛 除了我們自己要表現之外呢 事實上在很多的部分 我們必須去做一個努力了 另外第二個 我在英國讀書的時候 我最羨慕的是 我常常會去看那個國會頻道 那國會這個頻道呢 就看到他的那個 Priary Minister 他的這個首相啊 跟在野黨的這個領導者 兩個人在bucketing 哇 談得很激烈 援以交鋒 絕對是非常的激烈 但是啊 他秩序還是很好啊 他秩序還是很好啊 所以換句話說呢 我們如果 我在這裡啊 我們一直在推 推動這個國會頻道 事實上 公司都可以去做的事情啊 為什麼我們不去做 有國會頻道 有一個 這個長年的一個簽喔 一個頻道 國會頻道的時候 我們在播放的時候 我相信 所有的立法委員 所有的國會議員啊 為了個人的形象 或是要給相親一個交代 他的選民一個交代的時候 他一定會盡其所能的 很認真的 來做一個問證的動作 因為你在立法院的一舉一動 他都看得到啊 如果透過這個 經常性的國會簽喔 我相信啊 我相信啊 對我們的意識的效率的提升啊 還有意識的品質啊 一定能夠提升的 針對這個部分 國會頻道啊 的推動啊 秘書長 有沒有復案啊 我已經講好幾次了 我跟那個李委員報告 你也是很資深的委員 這個國會頻道同樣的問題 你剛才提到 我剛才跟這個蔡委員所答的 是一致的 為什麼是一致的 我們從世界各國很多的 國會議事的運作 頻道不是無限上綱 他也是就像你剛才所提到的 不管是總理首相 歷領國會重大演說 或是怎麼樣才有排入 那同樣的道理 我記得上個禮拜 有很多公民團體來看過院長 院長也提供他們相關的數據 跟他們對談以後 事實上 今天就像委員你所提的 調查聽證 如果是很完整的話 我跟各位委員報告 那未來對國會會改善一半以上 就像你所提到的 不管是用冷卻期一個月 或是偽政黨的交鋒 透過這個都可以很完整的 呈現在民眾的 所謂的腦海裡 跟他的頻道上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 現在就是沒有這個機制 現在變成 這個機制是我們自己 要不要建立的問題啊 比方說 我們是大法官585號 我們有推啊 對啊 585號 本來就是賦予我們立法院 調查權啊 要修嗎 對不對 一些相關的機制 要配合要去修嘛 我們秘書處這邊有沒有提供一些意見 有有有有 提供意見 要由我們委員提案 或是誰來提案 來做一個動作嘛 之前我們在修憲的時候 把國民大會的一些職權 比方說總統到國民大會 做國事建言 國情報告 那目前也是移到立法院來 那立法院我們修了立法院執權行止法 我們也修好了 只是說我有沒有去執行的問題 這個部分我們也必須要趕快去補強 大法官都已經解釋都已經很明確化了 為什麼我們到現在還是原地踏步走 並沒有動作啊 我想委員我願意再提供一個完整的 我們這幾年我們幕僚所提供跟召集朝野協商 整個情形 你把那個資料給我好不好 或者給委員會 我也可以提案啊 沒關係啊 這個朝野委員特別報告 現在是一個很好的契機 因為整個國會要改選總統大選也在即 那這一個真的是對行政效能 跟所謂的國會的運作 是有絕對的影響 真的我再一次在這裡跟各位報告 真的這是一個好的機會 不然如果你說只是修議事規則 國會頻道能夠改變這些嗎 我想很多重大的議題 各位到最後就像剛才蔡委員所講的就不了了之了啊 那就是會變成是這樣 那另外我再請教一下秘書長 秘書長你在立法院也非常長的時間了 對 對 那個你知道不知道 你說不了解的話你也可以請那個 議事處長來 為什麼我們議事規則裡面 第六十一條規定 就是說我們委員會是不能接受旁聽的 理由是什麼 院會可以接受申請來旁聽席有旁聽席 委員會為什麼不能有旁聽 你可不可以做一個說明 好 你應該很清楚啦 我想委員我來的時候這個條文就是這樣 那也曾經啟示大家朝委拿出來談 也沒有共識就像八年前我們有分委三個階段提出了一套 國會的一個要做一個改革的一個方向跟一個策略 但是可能當初可能因為各政黨基於考量 只通過了225個委員變成113個 結果到今天這樣對不對 當初民意的氛圍是這樣 但到底對不對 我們當初我們幕僚提出是希望中選區 大概在160位左右 但沒有被接受 所以我想這種東西 我是針對議事規則61條的規定 那委員就變成以後要去修 那修不是我幕僚能夠修的 那我一定只能夠提給朝委委員 大家來 我的意思是說 當時訂定這個議事規則61條規定 說委員會不接受這個旁聽的原因是什麼 應該不是在場這些人 因為這個很久 那當然不是啦 就是說要改也沒有改過 議事處理人應該是瞭解吧 議事處理人了解不瞭解這個當時立法的這個意志啊 知道不知道 我看他那時候都可能都還沒來 當然還沒有來啊 但你總是要議事處理人總要了解這個議事處理人 我跟委員報告 我剛才有跟這個蔡委員提到 我會來找一兩間比較大的 我們來 不是不是 那你誤會我的意思 我認為這個議事規則61條那個規定是有他的理由的 他的立法意志很重要 就是我委員會 我委員會的時候 我立法委員在問政的過程當中 不能接受利益團體 壓力團體的一些壓力的 絕對不能影響到立法委員的一個問政 我們不是這個場地的問題 而是說有距離這個要排除 立法委員在問政的過程當中 受到利益團體跟壓力團體的一個壓迫 所以他有些話他不敢講 或是說他順著他的意思去講的 沒有辦法說秉公來做一個問政 所以議事規則你們仔細去看一看 所以我認為說 院會的時候是可以的 但你院會的旁聽 你是沒有辦法影響到議程的對不對 但是呢這個在委員會的時候啊 當然這個我們議場裡面 委員會的議場裡面是比較狹窄沒有錯 但也不是這樣啊 你說媒體記者他們基本上 他是報導我們問政的過程 這也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一定要排除這個壓力團體啊 過利益團體啊來對 立法委員啊啊做一個壓迫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認為說這議事規則61條 他訂定的是有他一定的意義的存在 那最後我要問一下那個秘書長 請說 那個我們現在113位這個委員啊 扣掉院長副院長的有坐車之外 其他111位的委員啊 我們現在總共這個 我們的預算書裡面105年的預算書裡面啊 立法院現在有多少台這個 有55台的公務車交車對不對 我們有45台小的那個7人座以下的公務車 7人座以下有45台 7人座以下有45台 那我們總共公務車有55台嘛對不對 我們連那個院長還有征長 那個院長副院長還有水護車大概有74部 74部 那45台啊給111位的委員啊來用 平均啊 一台車子啊要幾個委員啊 我想 用三個委員啊 三到四個對不對 好 那從我們過去第七 應該算是 七八嘛 應該是第七屆 第七屆我們是有多少委員 第一三 第一三 第一三一樣 第一三嘛 第七屆也第一三 那第六屆的時候是225嘛對不對 好 那這個 我們跟第七屆來比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算是改善了很多啦 但是啊 我們派車的條件現在是比以前嚴格 你一個月還限制我們說 一個委員只能70個小時 而且很 有時候委員要繼續要用車的時候 我也曾經碰到這種問題啊 派不到車的狀況 有一次我跟助理說 欸怎麼沒有車 他說 他助理要安排計程車叫我說坐計程車來 欸 我說怎麼安排不到車嗎 他說安排不到車 派不到車 派不到車這樣一個狀況 那問題到底出在哪 什麼地方 我想委員 很奇怪耶 我早上我們在開監察院的預算的時候 尤美女委員還講說我們 他還編了要採購105年要採購18部 他最少一個人一部車咧 監察委員 我們選出結果我們 立法委員問證 有些是像區域的 全國的部分就在全國在跑 那區域的立法委員 他們也要跑行程很多耶 來開會啊或是做什麼 他使用的頻率更高啊 結果呢我們現在還限制 不是說一個委員只能一個月只有70個小時 這不是一個笑話嗎 我想 自己都不至於尊重自己 誰來尊重你啊 叫我們去坐搭計程車 到立法院來 像話嗎 委員我想這個也不是我個人所做的決定 是因為有一些委員可能使用的頻率 那在經會集合委員 委員做了這樣的一個決定 那事實上 我有兩個方向要跟委員報告 第一個就是站在一個基礎上的一個公平的時速 第二因為整個委員來到台北搭車的一個方式改變 因為有高鐵 所以每一個委員所用的車子 時間 每一次的車子的時間減少 但是我們使用的頻率反而是增加快一倍 這個是因為是這樣來的 但是有一個盲點在 因為我們有113個委員 我們只有45步這樣的一個期程座以下的 瞬間的派車輛 那不可能滿足的 除非有每一個人一步 或是我們規定兩個人一步 那他不用來協調這個 不然每一次假期動員或是一開會 重要的時候幾乎都會發生這種況 這一點也要請委員諒解 那至於說能不能每一個委員編列一步 我想我也很期望啊 因為這樣長期可以把這些問題化解 各位 我要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公務車本來是八年換一次 現在我們都改十年了 你說現在要買有可能嗎 這一點我想能夠請委員 也能夠諒解 因為時間的關係秘書長 本席了解立法院公務車司機非常的辛苦 交通科調度也很辛苦 不但平日要配合委員 有時候連假日都要犧牲 甚至連午餐晚餐都沒有辦法正常的來吃 那本席在這裡必須要跟他們自信跟鼓勵 也希望交通科能夠再接再厲 盡量讓每個委員在需要用車的時候 都有車子用 好不好 秘書長 我想這也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努力一下 但是我想再一次跟委員報告 委員你是這舉以豪義 我很坦白跟委員報告 十幾年前曾經就有委員提出這樣 我們不知道被媒體K了幾天 所以我想這個社會的觀感你也不能不注意 那因為現在大家都幾乎是坐高鐵來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勢 我想我也必要讓委員你了解 這個情勢好不好 好 謝謝